WordPress本身为用户资源提供了接口 不过使用核心自带的用户接口 需要验证用户的身份 也就是只能够是有权限的用户 才可以去创建新的用户 所以这个用户接口并不适合 用来注册新的用户 我们可以在自己的插件里面 去定义一个能够创建新用户的接口 这个功能跟核心自带的用户接口 差不多 只需要去掉验证用户权限的部分 下面我们可以一起去创建一个 能够注册新用户的接口 先打开我们自己定义的这个插件 我这里就是webappplugins 下面的这个您号wprest 这里我们可以去使用class的形式 去创建一个rest的接口 先去添加一个文件 放在插件的include 下面的endpoints 文件的名字可以是 class您号wprestuserscontroller.pwp 在这个pwp文件里面 我们可以去创建一个接口类 名字可以叫做 您号wprestuserscontroller 这个类我们可以让它extends 就是去继承一下wordpress 核心自带的wprestuserscontroller 这个类 在它那里面我们可以先去添加一个 protected meta 这个meta表示的就是用户自定义的自断 一会儿我们能去往这个meta里面 放一点东西 然后我们可以再添加一个construct的方法 在方法里面我们可以去设置一下 接口相关的东西 到了this namespace 就是接口的那个命名空间 有点像是接口地址里面的那个前缀 这里我们可以把它设置成users 斜线为1 再添加一个 到了this restbase 它是路由地址里面的一部分 我们要添加一个可以注册新用户的接口 所以这个restbase 可以叫它register 表示注册 这些东西我们可以自己去随便的去定义 下面再添加一个 到了this meta 按在值我们可以去新建一个 wprestusermetafields这个实例 meta里面的东西可以去处理 用户的自定义的字段 也都是在注册新用户的时候 除了用户的名字邮件 这些基本的信息以外 我们还可以去包含一些额外的信息 在这个construct的方法的下面 我们再去添加一个 注册路由用的方法 名字我们可以叫它register routes 注册路由用的相关配置 我们可以直接去复制一下 先找到wordpress的核心 在它的wpincludes的下面 打开这个restapiendpoints 打开这个目录下面的classwprestuserscontroller.php 这个文件里面定义的就是 wordpress核心的用户资源相关的接口 打开以后我们可以找到 它里面的这个registerroutes这个方法 复制下这里面的第一个registerrestroutes 把它粘贴在我们自己创建的 这个lay里面的registerroutes里面 注册新的rest的接口用的就是这个registerrestroutes 这里注册了两个路由 我们可以去到其中的一个 到了this的namespace 就是路由的命名空间 第二个参数是路由 这里面用了一个斜线 加上这个downloadthis的restbase 就是当前实例里面的restbase的值 在lay的construct里面 我们已经把它设置成了register 第三个参数是一些配置参数 它的值是一个数组 里面的每一个项目又是一个数组 项目里面这个methodes 设置了这条路由支持的那个http的方法 这里用了wprest serverlay里面的createable这个值 它表示的就是post callback是处理这个请求用的那个回调 我们要在lay里面去定义一个createitem这个方法 permationcallback是权限的那个检查用的回调 名字是createitempermationscheck 先在lay里面我们可以去添加一个这样的方法 名字呢是createitempermationscheck 在这个方法里面 我们可以去检查用户的权限 根据检查的结果返回处或者是错误信息 我们这里直接去返回一个处 这样任何人都可以去通过我们创建这个接口呢 去创建新的用户 处理请求用的回调 我们可以直接去复制一下 在这个wprest user's controller这个类里面 搜索一下createitem 然后呢复制一下这个方法 把它再粘贴到我们自己创建的这个类里面 下面再打开字第一插件里面的这个 这个名号wprest叫pdp 在这里我们需要呢再去配置一下 现在文件的顶部我们可以导入刚才创建的这个pdp文件 require用一个plugindirpath 给他一个下画线下画现file下画现下画现 后面再加上include endpoints 文件的名字是class0号wprest userscontroller.pdp 然后再找一个地方 去用一下add action 添加一个勾子 名字是rest API innate 要挂载的东西呢 就是去用一个匿名函数 里面我们可以先建一个 刚才创建的这个类的实例 几个名字可以叫它users 先建一个名号 wprest users controller 再用一下users里面的register routes 这样在初始化wordpress rest介绍的时候 就会去把我们刚才定义的介绍呢 也添加进去